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有效需求不足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就业总量压力和机构性矛盾并存 安全生产的不落环节不容获释 推动经济持续向往行稳质量 东北全面振兴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居民消费价格涨并存 居民消费价格涨并存 居民消费价格涨并存